字幕提供 过去不是叫做免约谈直接签结吗 怎么现在变成了从众量刑呢 瑞云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罗志强 大家好 前立委蔡真元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哥文哲的政治现金假账案越烧越旺 昨天传出检调可是兵分切入大阵仗的来搜索 然后以被告的身份约谈了很多人 包括了戴力林还有李文宗是讯后遭到请回 不过这两位就有事了 不可乐负责人李文娟还有会计师端木正 他们呢 一个是被以150万交保加电子监控 另外端木正本来是200万交保 而且还要电子监控 但最后说筹不出保金才降保 变成了100万交保 但是这么重金交保知道罪名是什么吗 原来是未造文书罪啊 好 这个木可的公关会计 这个叫做何爱婷呢 则是被50万元来交保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是不是这个太夸张了一点点呢 如果说有人啊 做假账来中保私囊 当然该办就要办啊 但是问题是 是不是 如果只是为了未造文书 有点太夸张了呢 据说下一波要被约谈呢 恐怕就是柯文哲啊 好 柯文哲讲得也很酸很讽刺啊 他说如果中华民国政府的效率 都这么高的话 那我们也是很乐见啦 好了 问题是啊 这当中呢 奇奇怪怪的账怎么这么多呢 又被发现出一笔很奇怪的账 那是什么呢 好 柯进办就被爆出 选前有一笔啊 叫做96万的餐费啊 是一个大爱素食天地 所以叫一个素食的便当 吃96万 到底是吃多少便当 还是吃什么奇奇怪怪的菜色吗 好 当时呢 这个柯进总的发言人陈志涵 他就出来解释说 怎么可能为96万嘛 这又是误报啦 其实原本是9万多块 不小心打成了96万了 9万多也很多啊 后来啊 这个他的先生 民众党的这个发言人 副秘书长徐甫 再出来解释 两个说法竟然不一样 他说单据都有留存 结果发现又是误登啊 是连续输入了两笔账目 可是会计师没有按好清除件 所以代表原本是 有一笔叫做960块 另外一笔是110块 就变打在了一起之后 变成了96万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呢 如此离谱的错误 竟然发生在会计师事务所 让人感觉天下真的没有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好啦 不过讲到这个 大爱素食天地啊 竟然没有想到被挖出来 一件更离谱的事情 下面这是什么 这个是蔡英文 她在2020选总统的时候 原来11月20号 她也报了一笔 大爱素食天地 但更扯的是 这一笔是什么呢 是继承车费 连叫便当都不是啊 为什么大爱素食天地 还兼开继承车呢 奇怪的是 检调和监察院 怎么没有查呢 到底是查还是不查呢 为什么同样一家便当的收据 竟然别人可以拿去报车资 这不是更离谱吗 好了 如果有人做假账 中保私囊 该办就办 可是检调现在大阵仗 多路搜索 甚至是 是由北检的检察长 王俊丽亲自出来指挥 这么大阵仗 搜索约谈 重金交保 最后发现是为了查一个 区区的未造文书罪吗 这真的符合比例原则吗 那么现在啊 清律的周刊 还出来披露说 另外一个案子 金华城案 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正生约谈的时候声称 他说整个金华城案 都是出自于 最高行政首长的裁量 好了 我们就先不说 为什么又是清律媒体 又掌握到了侦查的内容 但问题是 种种迹象 现在是否显示 检方众手疏索了柯正营 难道根本是相装无件 已经是剑指了柯文哲 为的是要趁机搜看看 能不能够再找到 其他案件的软肋吗 惠文哥怎么看 这个观众朋友 把它当成这个乡土剧 八点党来看 会比较宽心一点 就是看多了这些 这些弊案之后 要更有体悟 当然如果说之前的案子 你都没看过 我第一次看政治弊案 特别的投入 那我就算 那如果你是一个 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 那看台湾的政治 也是几二十年了 跟我一样 那就不要太入戏 这些东西只是 那如果说像刚 这个主持人哈云讲说 他去对那个什么发票 什么素食店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就太 太肢解了 这种工作交给我朋友 四叉帽去做就好了 我们不用去做那些事情 去对什么 对什么计程车费什么 那个太好笑了 千万不要这样子 那这个案子呢 现在落在台北电署手上 对民众党 对柯文哲言 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打击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有没有必要 这么大规模的 这么大阵仗的 去调这些仗策 然后这样办成什么 兵分七路 七张搜索票 你看郑文灿 一张搜索票都请不出来 他一口气就开 七张搜索票给你 所以可见这些检调办案 而且我也要特别跟大家讲说 这个我以我的 我没有看过伪照文书要一百万 一百五十万交保的 真的 哪有哪有这种金额的 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那个什么电子监控 我们做那种电子监控 他就是说 他把手机给你 然后这些手机是特定的手机 你要按时的回报 是怕你逃亡吗 怕你再犯吗 其实我们这种电子工 比较常遇到是在这种重罪 已经定验或者有性侵害这种的 这种比较特殊的犯罪 你说伪照文书的这些 一个是会计师 一个是李文娟 然后他们你要做电子 那个有点欺负人 那这个案子呢 其实因为他的这个行度 没有非常的重 但是对于柯文哲 对民众党的形象也非常的影响 所以我这边特别要鼓励这些小草朋友 我们输人不输政 我们不能输给四叉猫 四叉猫能做的事情 你们一定也可以做 把你的手机跟电脑打开 对不对 去查赖清德 去查侯友仪 我们在座三位选将 蔡振元 罗志强跟郑立文 他们都有参选过 去查他们的政治 我没有选过不好意思 欢迎来查 对对对 你看蔡振元就贴了 去查来 去查 去查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对不对 下次下礼拜就变成 我已经被查过了 你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下个礼拜哈利云就专访我了 就一对一专访 你们三个都不见了 罗志强之前 已经被监察院修理过 306也已经被查过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发挥你的这个 就是说你去查嘛 去把这个赖清德跟侯宇 因为那个申报的东西 他们其实 官员你去推演说 一开始这案子怎么爆发 就是他们就是去 去查 然后从里面 随便找一些漏洞出来 然后就越滚越大了 就变成这样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会有一些这个政治追杀 或者对柯文哲不利了 所以鼓励这些小团 因为这个民众党的立委的任期 是到2028 就算柯文哲被收押进建好了 最惨的状况就是收押进建 这些立委他的任期还有三年多 所以柯文哲的政治影响力 那他一定还是在 那2026 2028 想也知道民众党不会缺席的嘛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千万不要去那个 那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这个 这个对柯文哲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的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先坐这个导览车 先告诉你说 下个礼拜要约谈彭政生 那自由时报的准确度有多准 他礼拜五写 结果礼拜一台北京主好乖 听到自由时报的这个指示 立刻就约谈彭政生 这个戴口罩这个彭政生 然后他被限制出境 柯文哲的副市长被限制出境 那你觉得柯文哲怎么办呢 所以柯文哲 这个柯文哲被限制出境 那是时间的问题 你看今天自由时报 他不排除金华城的案子 不排除以被告的身份 那不是废话吗 你整个标题都是废话 因为这个金华城案子 他伪造文书的行度是很轻的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我不晓得那要办什么 这个土地罪 贪污自卫条例这个土地罪 是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最轻就是五年 那这个案子 因为副市长已经被限制出境 柯文哲被传 不是会不会传柯文哲 是什么时候要传柯文哲的问题 是timing的问题 他一定会传柯文哲 那这个案子比刚刚前面 主持人提到那个政治先行案子 以这个刑案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严重一百倍 所以柯文哲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 是在进华城 不是在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他有好几个防火墙 李文中财务长 总干事黄珊珊 到时候怎么推出去 五门问展就好了 柯文哲还是 那你这个进华城这个东西 这个盖章的人是谁 这盖章的人是柯文哲 台北市长是柯文哲 这个问题比较大 那最后这个主持人我谴责一下 就是说这个三位国民党朋友在这里 我是特别的难过 今天我们中国时报的社论 说蓝白要这个要团结 就遇到柯文哲的这个事情 我特别的觉得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观众朋友 柯文哲在政坛是什么风格 罗志强最清楚 罗志强辞台北市议员之后 还说柯文哲是值得尊敬的人 我从此跟罗志强心里就一个疙瘩在这里 那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没关系 待会我也请这个志强兄指教我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我请问观众朋友 如果今天有政治现金问题的是侯友宜 你觉得柯文哲会讲什么 这样就好了 我也呼吁新竹市的柯妈妈 你说你们家去旅行 都你们家都没 让你想嘛 如果今天是侯友宜的政治现金问题 柯文哲会放过国民党吗 会吗 我举个例子当我的结论就好 你看一个月前 郑文燦突成的时候 柯文哲那个得意的样子 扮郑文燦 才一个月回力标 就射到柯文哲的身上来了 还有人在期待蓝白河 萧续成跟我讲说 这个柯文哲重伤 对国民党不是好事 那你国民党就跟柯文哲一起埋葬好了 一起走入历史山洞好了 就国民党跟民众党抱在一起 国民党出来帮民众党背书 国民党出来证明柯文哲的清白 这有道理吗 我没有说要对柯文哲落井下石 因为你现在案子落在台北经验署手上 会好不完全 但是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呢 我看不见 还说要跟民众 你想想看 柯文哲这个我就说到这里 他如果今天是侯友宜出色 柯文哲 柯妈妈 你也知道你们孩子什么故事 柯文哲一定是肚子这么生 把国民党携占到没一块好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为人 不然你看柯文哲身边的幕僚 为什么一个一个背叛他 有台的节目 你骂的每个都是柯文哲的前幕僚 前助理 为什么 你们孩子是怎么待人的 他连他自己的幕僚都顾不好 幕僚都出来背叛他的 他怎么可能治国呢 对不对 我们中式的这个地址在内湖 他连内湖的塞车都处理不好 当市长做贝尼 那时候说什么 我九个月就把内湖的交通解决 我怎么这么厉害呢 九个月啊 八年都滚蛋了 内湖一样塞车啊 你们孩子连搭车都没办法改决 要做总统 你们比较拜托的 对不对 不是说我要把柯妈妈叫 你不要每次都讲什么 去跟雷公咱们最近还打雷啊 我好害怕啊 我怕啊 我跟你讲啊 这都没骗的 我也不要讲难听的话 就是你儿子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你自己要去想一想 对不对 那为什么那些身边的人都背叛他 为什么 不是没有原因的啦 好不好 好 现在这个假账的风波 火烧柯文哲大营 很多人开始把矛头指向了黄珊珊 包括了也有一个 已经离开柯文哲核心的决策圈的 是蔡碧如 她提到说过去选举期间 帮忙的小草门 曾经有向党中央请款 竟然请不动 她说有一组人不肯发钱 黄珊珊身为静总的总干事 应该为此来负全责 而蔡碧如也提到 李文宗 总不能口口声声说要负责任 结果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吧 柯文哲的竞选账目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团乱 还爆出当初说 柯文哲选举稳赢的 不是有个求真民调吗 在这一次竟然总共收了民众党 1400万的天价做民调 黄珊珊 李文宗 两个一个是长兵符 一个是管粮草 这两个人都完全没有责任 这样子有可能吗 李文 你们看 现在当然爆出来 柯文哲的整个的总统竞选 是一笔烂账 那这中间有没有人上下起手 有没有人扶爆 有没有在这中间拿钱 这当然是凸显出 柯文哲在整个竞选总部的管理 都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很多人 在帮柯文哲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传出来各种的怨言 各种的不满 那这些东西呢 都全部指向一个人 就是黄珊珊 但你看柯文哲在说 他世人不明的时候 记者也就已经追问了 我这两天一直在问的问题 是谁呢 你的世人不明指的是端木正 还是李文宗 还是黄珊珊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 三个可能都是啊 对不对 或至少是李文宗跟黄珊珊嘛 但到今天 柯文哲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是顾左右而言他 然后呢 还想要模糊啊 打圆场 所以今天我看到 柯文哲的状态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 他今天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六神无主 不知所措 那记者问他很多的问题 他都说 哎呀 这个东西以后再说 以后这个危机过了以后 风头过了以后 我们再来慢慢处理 现在最 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赶快来处理 眼前的危机 那记者每一个问的 都是你眼前的危机啊 那不然你眼前的危机是什么 不然你到底在处理什么呢 所以从这件事情 其实暴露出 柯文哲长期倚重黄珊珊 所以当这件事情爆发 黄珊珊要负最大的责任 可是整个的危机处理的 主导是谁 是黄珊珊 所以当周末 派陈志涵跟周瑜修去 其实就已经是贤命前往 你看陈志涵跟端木正的对话 你就知道 其实陈志涵内心 已经有了一个新政了 那是谁给他的 我认为就是黄珊珊给他的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要甩锅给端木正了 所以连端木正说自行调节 他也把它变成是 他犯罪的证词 说你看他当天都已经 都已经承认了 他自己调节了 未来他后来又否认 殊不知自行调节 本来就是你请会计师 要帮你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合法的专业 就是为什么你请会计师 要帮你做的这些种种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 他的危机处理 已经黄珊珊定调了 就大家所看到的嘛 把所有的责任跟锅甩给端木正 让端木正来扛 问题是 这个是天下人无法接受的 也使得这个危机扩大 然后呢 本来是可以 马上处理好的一个 不是很大的危机 却今天排山倒海 要拖垮整个民众党 所以大家都在问 最后黄珊珊是不是应该辞不分区啊 你看他有要辞的样子吗 不可能辞的 那就要看明天 他们的中平会里头的组成分子是谁 如果就大家外界对于民众党的理解 现在虽然众说纷纭 然后呢 这个舆论压力很大 但我不知道民众党内部 是不是所有的人士 都已经是黄珊珊的人了 中平会的组成是谁 那如果中平会的组成 也通通都是黄珊珊的人 他就不可能叫黄珊珊辞嘛 你也看出来黄珊珊没有要辞 到今天为止我看柯文哲的发言 也还在维护黄珊珊啊 所以今天柯文哲 我刚说了 他为什么这么的优柔寡断 到今天他都没有办法壮士断丸 然后危机扩大 不只是这样子 刚刚其实陈辉文讲的非常有道理 那柯妈妈是提油救火 更不要讲长期以来 民众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柯妈妈老人家 介入民众党的种种事物 介入很深 而且柯文哲对柯妈妈唯命是从 我真的是做政治几十年 我还没有看过这种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陈佩奇 一个这么简单的危机 都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今天上班 还可以被所有的媒体 围的那个样子 真的 你柯文哲到今天的说法都还说 哎呀 这个父母疼爱小孩 是天经地义自然的事情 你在说什么 那大家支持白色力量 不就是看不惯 传统政治人物的这些行径吗 公私不分 然后变成怎么样 变成家天下 白色力量好不容易打出来的江山 现在就变成你家的 然后你儿子也来参一咖 你也觉得天经地义 如此公私不分家族政治 不就是最让人诟病的 可是到今天 柯家上上下下 都不觉得有任何的错 所有的错都别人的错 那他如果没有认清 今天他自己的处境 没有认清他犯了什么样的错 没有认清他今天世人不明 四个字到底是拿来堂塞的 还是他真的痛心 他真的痛心疾首 觉得我过去 这么信任你们这些人 结果你们给我搞成这样 那你怎么有能力处理危机呢 你怎么有能力处理危机呢 一个政党有非谁不可吗 没有了黄珊珊民众党就垮了 柯文哲就不知道 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了吗 这不是非常的离谱跟好笑吗 那柯文哲自己也 尼菩萨郭将自身难保啊 你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 已经变成就是说危机 扩大不说 然后你自己呢 我想要请问的 当年因为特别费 马英九党主席被起诉的时候 他就辞主席了 那你柯文哲被起诉那一天 你会不会辞民众党的党主席呢 你今天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个 黄珊珊去留的危机了 那你整个党如果还在那边抱团取暖 还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头 小草还这样子的祸悉泥的话 那你这个党就要整个船一起沉下去了 剪掉大动作的约谈外界推测 柯文哲可能就是下一波约谈的对象 那柯文哲也感叹说 如果我们的政府效率都这么快的话 那是很乐见的 明显是在嘲讽剪掉办案根本大小眼 像是绿营猛攻 柯文哲阵营有一笔96万的便当钱 结果网友却发现 原来蔡英文在2020大选期间 也拿了同一家便当店的收据 可是报的是继承车车资 民众就质疑说 那检调你是有用相同的标准 来查绿营的选举内账吗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12号才分案 检调两天之内大阵仗搜索 开了这么多张的搜索票 对比超司可是烧了全民10亿的公帑 请问检调查了一年多 有任何动静吗 到现在连秦宇乔 长的是什么样的尊容 没有人知道 难道我们的检调监察院 是活在不同的时空吗 志祥怎么办 其实基本上任何政治人物 涉及风波 那我们希望就是物往物中 有必就办 所以跟他是哪个政党 基本上这标准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辉文哥讲到说 最好通通都查 每个人的政治现金都查 抱歉我跟辉文哥讲 本人就被查过 我被查了好几次 基本上就让你查 无所谓你就来查 我的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查我八千笔的政治现金 因为我都小的捐款五百一千 加起来钱就是够我选举 八千笔要查出四笔 都不到一万元 这四笔每笔都不到一万元 其中有一笔三百零六元 然后说我违罚 罗志祥你违罚 而且每笔要罚我六万到一百二十万 很凶啊 很凶啊 对不对 我那时候也想说天啊那么凶 一笔罚六万到一百二十万 结果我刚刚 高利贷 高利贷 我跟我们那个委员说 我当场是本来要举白旗投降 我就要认错 为什么呢 八千笔被你抓到四笔 我可能登陆错误 就像说低级错误嘛 我也可能低级错误啊 我也不是神 结果有人跟我讲说 你不要说监察院查你就信了 你去仔细看看他到底说对不对 然后我就行文给台北市民政局 他说我的资料不符 民政局给我回文说 完全相符没有违法 到现在为止监察院也没跟我道歉啊 完全到底是故意罗资罪名给我 还是他们乌龙办案 你有个问题啊 你会期望陈局跟你道歉 我有问题 我承认我有问题 你有问题吧 所以我先第一个跟大家讲啦 我觉得民进党说真的 你要扮谁 你真的有必要你就抓出来 可是你能服众吗 高辉恩哥也讲啊 伪招文书 你今天交保一百多万 你举个历史的历史给我看看嘛 然后你说柯文哲 在那边栓说效率这么快 柯文哲我跟你讲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选举就怕 选错党啊 你民进党党政 你能期待你有郑文燦免搜索的待遇吗 七年下来 对不对 一张搜索票申请不下来啊 你这七张搜索票 火速哦 我看这个政策上礼拜才发生嘛 对不对 才开始骂嘛 一个礼拜 人家七年一张都下不来 对不对 你七天不到 七张 你的效率这么好 那我跟各位跟你讲 你看那个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不就铁口直断吗 我说要收那个约谈 申押 这个彭政生 下来就约谈他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说 你也要被告了 你要被告 我等着看了 我跟你讲 我今天下午才被媒体访问 我就直接说 柯文哲一定被起诉的吧 柯文哲怎么会不被起诉 柯文哲如果有罪有事 一定被起诉 明显不会放过他 柯文哲就算没罪没事 也是要起诉啊 我就觉得 我是过来人苦主 以前马总统被起诉的时候 对不对 我也是被约谈的啊 当时马总统被两个案子背嘛 然后起诉到最后 通通无罪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起诉无罪 定罪律这么烂的检察官 在其他国家 不会被枪毙啦 没办法升官啦 绝对被检讨啦 掉在墙上检讨 这烂检察官 乱起诉 定罪律这么差 结果定罪律 在马英九身上是零耶 通通升官 那我就问各位嘛 将心比心啊 我是检察官 我起诉所有的这个非执政党成员 就可以增加升官的机会 我不起诉你柯文哲 我脑袋坏掉啦 所以不管柯文哲有事没事 先起诉他 先让他好好地被火烤三十圈 这叫基本作业程序嘛 那另外各位 各位你看 才刚刚去搜索 周开完整报道啊 约谈完整报道啊 证查不公开是 那条文是写是干嘛用的啊 是笑话一场吗 证查不公开在那边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案子 证查不公开的啦 每一个案子都证查大公开啦 你这样的检察官 你叫我怎么信任你 对啊 那所以柯文哲你抱怨什么 你赶快加入民进党就不用抱怨了啦 柯文哲深陷这样的选举经费的风暴 作为一个第三大党的党主席啊 万一他的政治生命受到了损伤的话 那受冲击的可能不只是民众党了 会不会也重击整个在野的势力呢 帅华明将军就认为啊 其实国民党别太高兴 因为啊民众党是主要的盟友嘛 那白银如果垮了 立法院的过半多数会出问题 甚至是民进党啊 把白银给啊 这个结束掉之后 那下一个对象会是谁呢 所以民进党一定放话说 要让小草变成回头草 剪掉也火速的来集结来查办了 那国民党是不是必须要看到 人家的前车之鉴呢 第一个 可不能再有任何的贪腐存在啊 一定要彻底做到无懈可及 不然的话呢 很容易随便就帮你抓个小辫子出来 另外一方面 对于这个克文哲深陷的风暴啊 恐怕呢 也是应该要哀惊勿喜 毕竟在野的力量 目前是面对同样一个强势的执政党嘛 那民进党势必会动用司法的资源 来对付整个在野的所有的其他政党 所以今天克文哲的处境 难保明天会不会换成 也是其他在野政治人物的借鉴呢 蔡文怎么看 在野党现在暂且不管以后的选举 至少在目前在立法院更应该要团结一致 因为同桌共济渡过难关 现在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除了这条路也已经没有第二条路了 这个我们立文委员 当然是消遣柯文哲跟黄珊珊的问题 也不要笑别人 看看我们自己的马英九跟金卜庄的问题 也不小 你看我提到马英九跟金卜庄 螺丝讲的色色发抖 他假装笑啊 色色发抖啊 我跟你讲 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这个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以后要什么选举要怎么合作 再说吧 选票流向也管不了了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人在站在正义的立场上面 去发生 要跨越党派 不管是在野在 或者在潮 我讲一个例子 台唐曾经发生土利案 台唐董事长叫吴乃仁 涉及到另外一个土利的叫洪其昌 两个人三审定验 两个人都被判刑 一个判两 吴乃仁被判三年 那个洪其昌被判两年 三审就定验了 他们要求再审 我当时看到那个判决理由 我觉得不对啊 我这个法律常识不是太好 至少还可以啊 我就走上了这个司法委员的咨询台 从头到尾把司法委员问到哑口无言 比如说公务员土利 就像柯文哲可能被起诉了 明知违背法令 你怎么知道他是违背法令 那规定很多模棱两可 然后怎么样 要怎么样 要图其他人的不法利益 你怎么知道那个利益是不法的 这是个关键 所以要明知违背法令 而且还要图不法利益 才构成图利罪 我大力去帮吴乃仁跟洪其昌讲话 我公开讲 后来司法委员迫以我的质询 他自己觉得理亏 三审定业同意再审 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个案例 因为我讲得有道理 我当时是国民党 我是帮你民进党的人讲话 就坐在底下 柯建民当场傻眼的 你是哪一党的 我说我国民党 我为了司法正义讲话 我希望台湾的司法 是不管哪一党都适用同一个标准 让子子孙孙有一个可以依赖的 可是现在情形不一样 当年有一个人讲 说如果吴乃仁跟洪其昌 如果被判有罪的话 他退出政坛 那个人叫谁 叫赖清德 为什么 因为吴乃仁是他的恩师 洪其昌是他的师父 他下着这么一个重重的赌注 他后来吴乃 洪其昌无罪 再次洪其昌无罪 吴乃仁被判九个月 那请问你赖清德 退出政坛没有 没有啊 他现在已经当上皇上了 可是他当上皇上了以后 做了一件事情 就使得全台湾所有的检调单位 纷纷出来列伍 为什么 抓哪一个在野党的 开始啊 哎呀 今天桃源功劳那么大 我台北怎么可以没有功劳 如果能够修理科文的时候 I'm happy 对 就这种态度啊 每个县市的都看 你看我看你 就像罗志祥讲的 有没有罪不重要 我只要掰一掰能够起诉 比较重要 让你自己一审二审三审 就在那背个老半天 压得你柯文哲 那个头背越来越头 但是我们了解到 柯文哲所面对的处境 基本上是政治的成分 大于什么 大于司法的成分 就像刚才慧文讲的 这个伪造文是这样干的啊 哎呦 拜托真的是这样子啊 留点 一定给其他的司法的后背看 这个叫司法个案能看吗 前几天有一个 司法的学者 法律学者 在司法研究登了一个杂志 一个刊物 他说啊 统计最近其实蓝绿的比例 因为这个什么 助理会贪污案被 最后被判刑的 蓝的 整整比例的 多了两年半的刑期 这什么道理 都差不多啊 助理会都差不多啊 很多人 然后 这个 助理会只有这个吗 以前台大医院的医生 那个什么教授 对不对 还有这个台大医院的院长 还有很多政府官员 包括谁 包括是李秀莲 都卡在里面啊 那我们基于这个大局考虑 当时我在当立委 我们修法 让这些人除罪化 但是我们自己不好意思帮明代除罪 所以现在很多明代抓去刮 是这个道理啊 可是 现在有没有哪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肯像当时国民党立委蔡政典 愿意就按本身来讲话 国民党民进党当时杀了都凶啊 可是我觉得司法正义比什么都重要 希望各党各派在这个立场上面 能不能够帮柯文哲讲话 至少要像陈文雲一样讲一个公道话 这回照文书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这对的 陈文雲这个是在间接帮柯文哲讲话 这回照文书是什么东西的案子 你是不是误会了 还是我讲的不清楚 你讲的是私人事情嘛 你骂的私人事情嘛 待会广告回来给我一点机会 好 我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简单要监察院铺天盖地 现在追查柯文哲的假账案 当然揪出违法维护这个法制 大家没有意见 可是你不要双重标准吧 过去陈宗燕 她接受了酒店业者的不当招待 帮忙厂商乔世琴 被踢爆之后 急忙请辞了行政院发言人 监察院调查报告 明确地指出 酒店业者指的陈董就是陈宗燕 而且说陈宗燕 至少有八次经由业者安排 找了小姐 虽然说陈宗燕否认被招待 可是监察院报告就直接定调 说陈宗燕的说法上难踩性 好了 面对如此赤裸裸的案情 监察院竟然是以悬殊的比例 挡下了弹劾案 好了 那难检重启调查之后呢 在今天贞结起诉了陈宗燕 直指陈宗燕至少是16次哦 这下从八次变成16次 接受了不当的招待 痛批他接受国家的俸禄 却贪图不正利益 而且犯后态度不佳 还请法官从重量刑 结果陈宗燕他竟然还敢跳出来反枪 他说检方拿的是十几年前的同一个事件 又没有新的事证 竟然起诉他 让他深感不解 好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这句话为什么不是反过来讲呢 同样一份证据在过去 应该说是现在是要从重量刑的 同样的一份证据 结果过去竟然不用约谈就签结 绿营会有人出来跟大家解释 到底怎么一回事吗 这个其实不用解释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看图就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这个他的 为什么这么的铁 这个是陈宗燕 他当年跟赖清德市长的合照 那他的权力来源就是赖清德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陈宗燕的这个脸书 当时是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呢 从民政局长要北上内政部委 去内政部接次长 这个是跳升 一个直辖市的民政局长 能够升内政部的次长 很开心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赖清德的大将 所以赖清德你看 这个都可以去查 赖清德在当台南次长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新闻处的处长 这个志强兄就很清楚 那这个蔡委员跟赖委员 对不起 政委员 他们也都当过这个发言人 所以为什么会找他当新闻处长 新闻处长就是台南市长 台南市政府的化妆师 而且陈宗燕表现良好 这赖清德还让他升官 当民政局局长 民政局就相当于市政府的内政部 是第一大局 对 所以才会有这个经典的合照 可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 就说陈宗燕在当新闻处长 在当赖清德的民政局长的时候 就是跟这些这个酒店的业者 跟这些酒店的这些 有些是这些我们电视尺度 没有办法名讲的地方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案子曾经在2015年签结 那我就考一下大家 2015年的总统是谁 2015的总统姓马 是马总统 然后他现在跟你讲说我2024起诉 所以你看签结 签结的是台南地监署 现在起诉的呢 也是台南地监署 所以有鬼的就是台南地监署 你看台南地监署讲什么 这很好玩 他说我们当时侦办的重点 在于酒店业者是否行贿警察 我给你拜托 到底是警察跟业者比较大 还是民政局长比较大 你办案的重点 怎么会是警察跟酒店业者呢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现在办案办到一半 发现原来现任的民政局长 跟酒店的业者有种种的关联 那我也不是就叫你二选一 你可以两边一起办嘛 对不对 你们这边的继续办警察跟酒店业者 那我另外签一个他之案 我来办陈宗燕嘛 那你为什么不办呢 对不对 然后你跟我讲说我们有拿到监听票 我们有监听 但是没有做成议文 我跟各位讲不可能 这个太好笑了 有监听没议文 在我们司法实务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监听拿到的是一个光碟 你拿到那个光碟 你叫检察官去听光碟 他总是要你做成议文 做成书面的给他看 他哪有可能去跟你听那个录音档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是要告诉大家 这一个陈宗燕的案子 这个东西从头到尾 就是台南地监署 他本来就应该在九年前就应该办陈宗燕了 你今天这个起诉是办给你看 所以主持人我大胆的预测 如果猜错了大家编小力点 他会获判无罪 为什么 你看他在谭定人讲 求主重刑 你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问你小云在哪里 他里面有小云 有艾佳 有艾琳 通通都不见了 那你到法院开庭 郑中央说我忘记了 他之前问的时候 他没有说没有 他说我忘记了 这个才是高手 对不对 当初掉一百亿的中华邮政 去雇民进党的某银行 然后把何暖轩找来说 谁打电话给你 叫你掉一百亿的 何暖轩说我忘记了 我记忆力不好 我忘记了 谁打电话来命令我忘记了 忘记了就没事了 观众朋友 今天看庶民大头 你赚到了 改天你被抓去问 我忘记 忘记是没有伪证 我忘记了 我最近都在吃银杏 我记忆力不好 忘记了就没事了 陈宗燕也是 你有没有去找那个小云 我忘记了 无罪 他这个起诉是办给你看而已 你不要太入戏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基隆东岸商场法律战 传出是否已经是连三胜了 可是呢 这个民进党的 侧翼发起的拆粮行动 还在如火如荼 甚至是有民众自爆说 他明明就没有捐款给霸梁团体 也没有参与联署啊 结果他莫名其妙收到了 价值750块钱的礼物 他质疑检调 难道不应该查一查 这当中有没有会选 有没有窃取个资的疑虑吗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因为第二阶段的 罢免联署的结果 明天中选会才会公布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已经传出说 中选会把罢免投票日 已经选好了 哪一天呢 就是谢国良的生日当天啊 好 先不说 为什么连署审查还没有出炉 就可以先订这个选举 罢免的这个投票日 程序上有没有瑕疵呢 过去依照规定 连署的文件在40天之内 完成查队就可以 就这一次中选会主委李静勇 还率队到基隆选委会 然后说你们给我在30天之内 通通都完成审查 然后现在又这么急着 拍板非得要在谢国良的生日 来罢免投票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志强到底是在急什么呢 首先我这边真的郑重的 呼吁检察官 你柯文哲效率这么高 中央民国政府行政效率这么高 已经发七张缩手票 对不对 这个明显 750元已经有汇选问题了 而更重要的是 他没有连署 他还收到750元 可是你还找到这个人 对不对 送个750元给他的那个礼品 那也有窃取各自的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加起来 我就问检察官 不要再睡了好不好 金融电解析数 对不对 勇敢一点 站出来 对不对 查查看有没有汇选问题 现在就开始查 对不对 比照柯文哲标准嘛 对不对 七张缩手票开下去 要不要开 第二个 我就跟各位讲 你说中选 中选会 中选会就是东场嘛 你看就急成这个样子 表工到这种程度 对不对 很急耶 你等个两天 对不对 应该好像明天 好像后天 大概就查队节目就出来了嘛 等个两天 你也等不下去 你就要先去决定 这个罢免的那个投票日 对不对 那好使不使你还挑一个 谢国良生日 我跟各位说 我当然不会认为说 中选会是故意挑他生日 可是这件事情就显现出 这整件事荒谬根 所谓的不厚道 第二中选会 他已经完全不顾自己 选务中立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职责 在整场的这个 罢免的过程当中 中选会就直接跳进去 是帮忙护航的 法定的40天的查队 他硬是跟你讲 你30天就给我做出来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下行政指导 法育就是给40天 你就按照 基隆市的选委会 只要40天内查队 都是合法的 你凭什么说成30天 你跟我讲个道理出来 你不就是希望查队时间越短 然后呢 这很简单 我查队时间越短 基本上我能够核实的 那个时间就越短 那换言之 这个罢免 成案机会就越高嘛 那中选会你的算盘不是就这样 你就是阳谋了 最后还是要说啦 今天谢国良这是三连胜 我真的觉得是难得的公道 过去这个案子 我是基隆人 我真的看到就觉得 人家骂你不是 你还说你是 对对 说我不是 我在中山去长大好不好 中山古小中山国中 基隆高中 我还不是基隆人 那那个假装 台北市大安区立委 对对对 那我要跟正元哥讲 那那个假装 自己是基隆高中 逼的蔡思义 请问他是不是基隆人啊 装自己是基隆高中的校友 装了十几年 那超厉害的 我都以为他是校友 你们基隆很差 冒充十几年都装不到 差不到对不对 那回头就讲 东岸庭所长 法院就已经跟你讲了嘛 三连胜有什么 谢国梁就是捍卫 东岸庭市长 基隆市财产的勇敢市长 这整个罢免是全世界 有史以来最荒谬的罢免 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报答案的赞呢 正值暑假的旅游忘记 但两岸的观光商机冷清清 我们的隔魁卓荣泰 昨天说政府对陆生来台 纳保都展现善意了 所以友善的门已经打开 希望从大陆来的是观光客 是学生和宗教信徒 而非军机统战人士 只要陆客能来的话 那我们也很愿意让我们的团客 到大陆去 两岸还是可以互动了嘛 好了话是这样说 但是根据陆委会的统计 今年上半年以来 是以宗教名义来台湾交流的 大陆人士只有64个人 疫情之前可是有859个人一年呢 内政部说 您不允许假借宗教的名义 来台湾统战 民进党还说 我们的公庙可不要被对岸给拐走了 到大陆交流不可以接受招待 不然会影响我们的国安 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在抹黑的意思 这样子真的有想要打开 什么友善的大门吗 蔡文怎么看 什么叫友善 什么叫交流 什么叫统战 随着你民进党的风吹来吹去 随便改了是不是 我们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陆生到台湾来念书 就是我们的学生 有教无类 纳保是基本的义务 谈不上什么善意 因为你对美国是如此 对法国如此 对日本更是如此 对东南亚更多 请问你 你对日生加个纳保 你就好在当了什么 了不起的善意是不是 再来 真的要谈善意的话 就不要胡搞瞎搞 今天是8月15号 再过几天8月27号 是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请问一下 你台南在纪念什么 你台南在纪念热兰浙城 建成400周年 那是错的 热兰浙城到现在不过300多年而已 你们怎么从阻止开始算起 是不是 无聊嘛 我不说你不能够庆祝 热兰浙城建成400年 时间弄错了 台南400年是假的 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是真的 今天如果没有郑成功的话 我跟你讲 什么赖清德 什么苏贞昌拆 这些人的祖先是没有办法来台湾的 这还有讲得很清楚吗 那现在大陆大肆在庆祝 郑成功400年纪念 台湾有看到吗 然后大陆派了一组人 到台湾大概有90几家的郑成功庙 说我们可不可以合办一些什么活动 你派特务把他从头跟到尾 还去恐吓这些郑成功的庙 要拜你们默默的拜 不要跟大陆联合拜 拜神还可以这样搞的 拜的是郑成功 不是蔡英文 你们在搞什么 这个叫善意吗 你说郑成功是同是同 是独是独 你就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然后你被大陆拿去拜拜 然后你突然想起来 郑成功终于400年了 400年你不拜 你等到401年再拜是吧 还无聊嘛 这叫什么善意 那你要真的要互动善意 连那个前几天那个所谓的 玄天上帝的庙 你赖清德去拜 你直接拉票是吧 那个你们哦 不要接受大陆招待啊 请问你 玄天上帝从哪里来的 玄天上帝从阿里山来的是不是 全都从大陆来的啊 那大陆来了 去 被招待 来 我们招待他 人家那个闲天上帝那个庙 讲得很好 总统我去你 总统府你也会招待我啊 不就是来 有来有往就这样子吗 那怎么 连对方请一顿饭都不可以 那已经得立下这个规矩 只要大陆 这个这些 这些宗教团 你去大陆被请吃一顿饭 回来会通通被检察官 抓去查 你们有没有被通汉 有没有 我也挖出来看看 你有没有吃到大陆的东西 你有没有自己出钱 拿单据来报 不是要搞吗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两岸怎么交流 干脆打仗算了吧 对不对 还能干嘛 前几天食破棒回来讲吗 他讲得很客气 这个状况不好 这个希望 这个进入乌克兰 不是明天东亚 他故意回避台湾 什么东亚 新加坡会吗 日本会吗 就台湾会变乌克兰 但人家已经间接告诉你了 你还这么不警局 还不扩大交流 还不听听成为文的话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整天讲大陆东方 透了听到讲的义政词 也讲得非常的好